我们经常说 佛法实际上不单单是修行 懂因果 其实还是在道德方面 也是一起修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 道家 鲁家 鲁士道呢 都是在讲究的一种修 这种修为就是在思维方面的 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变得 从这个鲁家教育讲的 我们这个仁义理智性 这个方面 又从真正的 在佛家修行 这个禅物的基础上 修成正果 就要理解生命和宇宙 真相的理论 所以 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懂得 怎么样 能够在 这一生 能够 懂得因果 懂得因缘 懂得佛教 以缘起 解释世界和生命各种现象 是根源 建立起 建立起佛教特殊的 这个人生观和世界观 大家都知道佛教十二因缘 是正 是地 八正道 实际上这些都是讲到 缘起 如何真正的 懂得 缘起 我们才能知道 佛法所阐述的宇宙万法 皆有因缘所生 所以 三法应 大家都知道 行无常 法无常 涅槃俱进 就行无常 就法无我 涅槃俱进 对不对 大家知道有四法应吗 大家知道有五法应吗 在那今天告诉大家 一切诸行无常 一切诸行苦 一切诸行无我 涅槃 永继 所以这个四法应就是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诸受皆苦 然后涅槃俱进 这个四法应 所以大家要懂得 大乘佛法 所以这些 佛教理论的阐述 那五法应是什么呢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诸受是苦 一切法空 涅槃俱进 所以大家以后 人家问你三法应什么 你也讲得出来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那四法应呢 那五法应呢 所以很多啊 很多人呢 学了一点点就觉得 哎呀 自己什么都懂了 实际上 行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去 说了 你没有去行 实际上 啊 这个 你是 没有掌握住 诸法 啊 这个 我 你也没有 懂得 诸行无常 啊 这个 佛教认为啊 这世界上一切啊 啊 万法 他是 君 君是 虚伪的 就是现象啊 都是假象 你要是 不能 脱离世俗 的认识 啊 你就 一直在假象 虚幻当中 活着 你只有摆脱 世俗认识 你才能显示 诸法常驻 不变的 真实 像状 所以 跟故称呢 就我们把它 称为实相 啊 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不能用 人间的东西来 看 啊 看菩萨 你也不能用 人间东西 看西部啊 你也不用人间东西 来看 有些高尚的人呢 有些高尚的人 要在帮助你 你把人家看成 啊 就就就 这个 是个坏 坏孩子 所以 学佛啦 真正的要不让自己啊 怎么样能够 脱离 啊 脱离这些 啊 烦恼 你就要学会 八正道啊 十二因缘呢 啊 啊 这个 十二因缘 对不对啊 你这个人生的 无名啊 形式啊 啊 对不对啊 加上 名色啊 六处啊 啊 因缘啊 爱娶啊 有啊 生死啊 生老死啊 啊 像这些 其实都是啊 你的啊 过去 尤其啊 尤其啊 啊 我们说 这个子啊 我们 在这个 十二个环节 当中啊 一环套一环的 啊 原距 原距原生 原距原灭 啊 顺义都是 原生 原灭 所以成为 十二因缘 啊 至于学佛人啊 懂得这些之后啊 他就懂 因 原果报 啊 想一想 做因必有果啊 对不对啊 所以有些人 不畏后果 无而不作 啊 所以 断灭善根 啊 所以 佛教 啊 在很多问题上 都要有一个新的 重新的认知 啊 要认为 这个世界上一切 都是因缘果报 中因得因 啊 中因得果 你种下去了 你这个因就存在了 然后果报一定会来 啊 所以很多人以为 今天做了点坏事的 他就能够躲避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 学佛人 真的要理解 啊 恶因 苦果 啊 一个人 不管做什么 你要懂得 因果经里面 讲的 欲知 过时 因者 啊 见其 现在 过 欲知 未来 果者 见其 现在 因 对不对啊 这很简单 你要知道 你的未来怎么样 你现在修者是啊 你要知道你的过去怎么样 你受者是啊 你现在已经受宪报了 啊 你要想知道你的过去 就是你过去 上辈子做的好不好 你现在不是已经太瘦了吗 嘛 所以这个世界上 啊 有的啊 就是 三十报业 三十报业 啊 叫顺献业 还有一个顺生业 顺后业 什么意思啊 就是 现在 在世在造业 就先施报 叫顺献业 啊 现在的业 顺 就是顺着他 第二呢 顺生业 就是 这一世所造的业 下意识收报的人 因为你这一世收的业啊 你不一定马上激活啊 你会到下一辈子去收报 第三 叫顺后业 就是 此生所造的业 在多世以后才收报 啊 所以过去 大宝基金 里面讲到 假使经百节 所作业不亡啊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收 他说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啊 丝毫不爽 希望大家好好懂因 懂果 啊 不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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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